Hello,大家好,我是Elene营养师,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牛奶 那现在呢,牛奶成了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食物 有一些人会比较担心牛奶是否会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一个风险 和牛奶是否是一个安全和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牛奶里面是否有食用过抗生素、人工激素等等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牛奶 首先从营养价值的角度上面来说 牛奶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它里面含有9克的蛋白质 那不仅如此,牛奶对于我们的一个骨质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杯的牛奶它里面含有约300到350毫克的钙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成年人19岁到50岁的男性或女性 每天所需大概是1000毫克的钙 那一杯牛奶它里面所含的钙的一个量相当于我们每日所需的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牛奶它里面还含有一些微量营养素 比如说像是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它里面含有约1.2 那也是相当于我们每日所需的50%的一个来源 牛奶它里面还含有维生素A 新维生素D维生素B12等等的营养素 所以说整体而言,牛奶是一个比较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那从安全性的角度上面来说 我们在超市里面买到的牛奶都是经过巴氏消毒的 农场里面来的牛奶以后呢 它需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过程 来去减少它里面的一个细菌含量 所以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所喝的牛奶是相对来说更加安全的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牛奶它里面是否含有人工激素呢 那答案就是取决于你所在的国家 那比如说在加拿大呢 是不允许人工的激素来增加牛奶的产量的 那在美国呢是允许一些人工的激素 比如说RBST来增加牛奶的一个产量 但是牛体的本身它就含有一些自然产生的一个激素 在美国是允许额外的人工激素来增加牛奶的一个产量的 这个人工荷尔蒙可以增加奶牛的产奶量约10%到16% FDA的立场会觉得这个人工激素是安全的 就和我们其他饮食里面的蛋白质非常类似 我们摄入以后会经过一个消化酶的一个处理 这种生长激素在我们体内是没有生物活性的 所以FDA觉得这是安全的 那在加拿大1999年加拿大安全局并没有批准这个人工激素的使用 它并没有从一个人体的健康角度去否决这个人工激素 它主要的考虑是从动物健康的角度 即使欧盟声称这类RBST荷尔蒙对人类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欧盟在1999年已经停止使用该激素 除了美国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是可以使用RBST的 比如说像是南非 巴西 韩国 埃及 以色列 肯尼亚 等等的国家 那我也去做了一些研究 看一下这个人工激素使用过的牛奶 对我们的健康是否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那比较让人担心的是通过人工激素处理过的牛奶 它里面含有更高的IGF-1指标 那这个IGF-1指标呢 它可能会增加某些类型细胞的生长 也就意味着IGF-1血液水平较高的话 可能与一些癌症产生关系 比如说在一些早期的数据里面看到IGF-1较高的话 可能会与一些癌症比如说像是乳腺癌 前例腺癌 肠道癌 有着一些关系 但是后来的研究数据并没有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存在 所以说IGF-1的血液水平与癌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的确切性现在仍是不清楚 说我们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说 这类的牛奶与癌症之间的一个直接关系 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研究表明 天然或者是额外添加进去的生长激素会影响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激素受体 经过RBGH处理过的奶牛 它里面含有的IGF浓度的确高于未处理过的牛奶 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假设人去使用RBGH处理过的牛奶 它可能吸收额外IGF-1的一个量 相当于成人正常每日所产的0.09分比 那作为营养师我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出判断和选择 所以说这类牛奶对我们的健康是否会产生一个安全性的隐患 是并没有结论的 我们也需要更加多的研究数据才能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我来说我在饮食里面还是会有牛奶的一个摄入的 就像我前面有聊到牛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钙 和其他一些微量营养素的来源 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衡量牛奶的一个质量 就是最大体细胞技术 那什么是最大体细胞技术呢 最大体细胞技术是指每毫升的牛奶 它里面的细胞总数 比如说白细胞 那这些白细胞是奶牛的免疫系统所产生的用来对抗炎症 如果这个最大体细胞技术较高就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奶牛生病了 那在加拿大这个标准是设在40万 那在美国这个标准是设在75万 如果出口的牛奶是不能超过40万 那每一批牛奶呢它都要经过测试 确保它的最大体细胞技术没有超过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抗生素 那就像人一样我们有些时候也会生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服用抗生素 那奶牛也是一样的 他们有可能会生病 那农场主就可能需要使用抗生素 让他们恢复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一点在加拿大健康的奶牛 它是不能使用抗生素来预防疾病的 第二点就是在使用抗生素 奶牛所产的奶是不允许出售的 所以说它会与其他的奶牛所产的奶分开 直到这个奶牛恢复健康为止 加拿大的牛奶在出售前也需要进行抗生素检测 需要呈阴性才可以出售 那如果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抗生素残留 那整批的牛奶都会被拒绝和丢弃 那当兽医去治疗奶牛的时候 这个抗生素使用的奶牛它会与其他的牛群分开 所以说它所产的奶是不会混入其他我们所买到的牛奶里面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一个我们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就是有机的牛奶 比如说上次有聊到的有机鸡蛋 那从动物福利角度上面来说 有机的奶牛它也是有户外行走的时间的 就像我们前面有说到 加拿大的奶牛它是不能使用生长激素来增加牛奶的一个产量的 在特殊的情况下呢有一些批准的激素是可以同步奶牛的一个发情周期 但是有机的牛奶的标准是不可以使用的 那从抗生素的角度上面来说 有机的奶牛它是可以使用抗生素的 但是有机的奶牛它使用的抗生素 它隔离的周期会比普通的牛奶会要更长 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说到奶牛它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 它的牛奶是不能被出售的 如果是普通牛奶它可能只需要五天的周期 但是如果是有机的牛奶它可能需要两周的周期才能一起被出售 那如果在一年里面有使用两次以上的抗生素 那这个奶牛所产的奶它不能被归为有机牛奶 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指标 来衡量一个牛奶的一个健康和安全性 那希望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